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收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你好我是帮助Chloe 那上个星期呢 在这里就介绍了李荣浩的年少有为 有好多朋友都偏模说好好听哦 是吧 我没有介绍错吧 那这个星期呢 这首歌已经在我们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上面呢 拿下了全球No.4 今天在第947这边呢 一样会跟你介绍几首歌曲 然后呢再告诉你全球三甲的 首先第一首要介绍给你的 就是我们的全球推荐曲 来自Ruby迪菲的Dream 你知道吗 Ruby呢她是非常厉害的 唱歌很强大 然后呢演戏也行 其实去年呢她有演了一部音乐剧叫做90 在这部音乐剧里面呢 就说到了很多关于90后的问题 其中一个重点刻画的呢 就是梦想这件事 所以就有了Dream这首歌 一起来听一听 Dream 年轻的我们没什么不同 遍地零伤也不在乎疼痛 一生一字就是要热血的感动 不停梦 另外首要重点介绍的歌呢 有我非常喜欢的汪苏龙 那就是上海动感101的本周推荐 歌名叫做全世界陪我失眠 英文名叫做Lonely Space 有一种太空的感觉 那就是这首歌的这个角色设定了 它呢是把故事的主角呢设定在一个坐着飞船离开地球的人物 你想想看哦 如果今天是你的话 你坐在太空船上面 然后呢很孤独的一个人要往外太空去 然后望着窗外地球就在你那 所以你就有一种很落寞 不知道是放逐还是逃亡的心情 所以呢这个男主角其实是透过这个望向窗外的动作呢 试图抓着自己曾经待在地球上面的一些温暖 还有曾经待在地球上面的每一个瞬间 可是你就偏偏要往孤独的方向去 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来自汪苏龙的全世界陪我失眠 分船绕着地球一圈一圈 全世界陪我失眠 等待之后又是等待下一个光年 隐情加速燃烧越离地面 绝望陪着我盘旋 闭上眼我得到些安全 第三首要重点介绍给你的歌曲呢 要你稍微的等一等了 因为它是我们的全球空降冠军 你知道它多厉害吗 它把这两首非常有冠军像的歌曲给挤了下来耶 首先我们的全球寄军就有阿信的《当每颗星星》 《当每颗星星》也在路约都在轮尾 每个幻想都已灌灭 是不能相信你会出现 这首歌越听呢 越想看一出好戏 就是阿信的《当每颗星星》在我们的全球寄军 那接下来的全球No.2 它也曾经空降我们的全球榜拿过冠军的 有詹姆邓紫熙的《倒数》 我们的全球No.1要恭喜《花花花成语》的这首《寒鸭少年》 今天的空降我们的全球榜 就是它为电视剧《斗破苍穹》创作的主题曲 其实《寒鸭少年》这四个字的来源呢 是来自一本书叫做《海边的卡夫卡》 里面呢有一个角色叫做《叫乌鸦的少年》 它整首歌是用摇滚的一种方式呢 去带出了倔强还有不服输的这个精神的 一个从高处掉下来的少年呢 受尽奚落 受尽白眼 受尽嘲笑 每一个人呢都一直往他那边踩 可是呢 他偏偏就是不服输 坚持着粉心 然后不向恶势力低头 这是这首歌想要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啦 来听这首歌吧 我知道《花花》的粉丝们已经敲碗很久了 《寒鸭少年》来自华晨宇 恭喜《花花》成宇成为我们的第940期全球冠军》 这首《寒鸭少年》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第947的完成榜单 好了 要看到我们的 《寒鸭少年》的歌曲排榜的视频版呢 可以来follow我们的908各大平台 包括了908的Facebook 908 Play的Facebook 或者是我的Facebook 908的ChloeCHLOE 那Instagram的部分呢 就要麻烦大家来follow咯 CHLOE LMW 我们下个礼拜见